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 今集有Paul 今天我們會講不同收音咪的大比拼 今集很開心,Paul上來做節目 大家都知道我們HR Tiger 推出了香港品牌的無線咪 Paul是一個音樂製作人 亦對音生的聲音有研究 不如問問你為何會支持我們這個盒 為什麼會支持?因為支持你 多謝你 對不起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你 有一個香港品牌的咪會出售 沒錯 你類似團購的形式 預售 第一件事就是 我知道這類型的無線咪其實很貴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香港品牌 第三件事就是我認識你 我覺得不會賣錯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會賣錯 當然要光顧 我拿人頭來擔保 知道你買回去 你有些職業病 又不是這樣刺了又用 你也是做了很多測試 很多測試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本身也是做音樂的 但是我之前也有做開Podcast 其實也做了十幾年 大家蘋果的粉絲要看什麼節目? 大蘋果時代 大蘋果時代 你看到這個場景 如果是觀眾的話 是會認得的 我們朋友Johnny都有做 Johnny 還有表哥 其實一直都有留意聲音 由最開始 玩Podcast開始 都很注重聲音 但是後來開始注重了方便性 以及不要太麻煩 搞設定很久才可以設定出來 所以聲音是某程度上為了方便而下載了 但是因為現在開始多很多Facebook Live 又開始對聲音要求很高 我曾經試過去幫人拍一套 拍一些Coplic Video 在學校拍的 就忘記了大Gear 結果因為老師要說話 然後我就拿一部攝影機拍攝的時候 是軟的 結果就找人在老師下面 就拿著一部iPhone 其實聲音真的是嚴重 因為聲音其實 其實畫面如果拍壞了 其實是可以給一些Footage 蓋一下遮一下 都不夠 聲音其實壞了 就接近不夠 所以聲音是一個很重要 而且我也看過你的影片 你也是很注重聲音的 絕對是 為什麼我就會幫你幫助你 就是因為你注重聲音 好的 那你的盒子就很精美 之後再看看 那你做了哪幾個PK呢 我之前其實是用SENHENSER的一支傑威 我已經看過了 這個叫ME2 所謂買1300多 所以我當時買的 我記得是覺得太貴了 只是ME2 其實我當時買了兩支 那我就買了一支 然後售貨員跟我說 有一支便宜的東西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搭了一支便宜的東西 就是斷斷地理 那SENHENSER的好處是穩陣 感覺上 就是你 他做工是不會斷線的 那些東西 這個也是 可能有些新朋友未知 都是德國的名牌 音響的老牌子 那樣 那 一路都用開這支MIC 去收 但因為我本身都沒有用開無線系統 都是有線的 那其實就超爆麻煩 好 那 你怎麼做呢 平時如果有線的 按下去 你有沒有看到這部機 看到嗎 H6 這部叫H6 ZOOM的H6N 對 按下去 接著就 鑿條線在黑色 錄音 不是 錄影 我們通常都會在錄影 就是因為兩部機要升 拍一個 升就是同步 對 我們通常會拍五下的接近 這樣升 是 是 因為為什麼呢 通常初學朋友會問 為什麼拍五下不明白 一下呢 你拍一下 如果你再看一個Wave 就會看到一下 一個很大的Wave 但其實你 錄影的時候 純粹說話大聲一點 那一下 都是一下 其實你認不到 因為我們最害怕 就是同步 聲音和影像同步 是極度 厭惡性的工作 所以最好 比如我們拍片 也不要斷得太厲害 對 一條過就算 通常我同事做的 對 很厭惡的工作 如果你拍了五下大 你會看到五個大Wave 你至少看下去 大約是在那裡同步 是 會容易做很多 好了 我講回這個Mai 這個Mai 我也不知道原來是這麼貴的 貴的 好東西來的 咦 一支Mai 也有兩套 有錢 你有錢人 好 我純粹用這支Mai 去收聲 我都會給一個Wave 可以給觀眾 對 我們會放出來 對 認真說 我用這支Mai 我都沒有測試得很認真 我用兩個渠道 一個就是放到很近的嘴巴 去收 我覺得那個聲音 是非常好的 還有很有質感 我覺得低音和高音都收得很好 OK 完全沒有間道的對白 很好 其實是收得 放到這裡 左右 嘩 原來是這麼好聲 試完之後 放回正常結Mai 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 咦 弱了很多 整個質感 好像 細了很多 是 好了 我試一下 然後 試一下 那支 什麼Model Number AT WMM1 幸好我多看了 有解 我試一下 AT 遲些才來 試一下 你這支 對 認真說 我當初一見 都會覺得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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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會覺得 出乎意料地好 我覺得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我也是試近說話 和 在這個位置 我會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差不多 不會差很遠 就是 那個 低音又差不多 高音又差不多 好了 那 比拼 認真說 如果 很近 我覺得 SENENA的咪 是比較漂亮 比這支 理解 但是 實際用途 正常拍攝 或者訪問 你那支 咪 都是夾到 那時候 我覺得 兩支都 接近 嗯 這是第一個點 這支 很忠衡 是不是很宣傳異 不是 不是 有 sound file 可以聽回 OK 第二就是 我那支咪 整支 一支 可以等於 兩套 還有接收器 傳送 這樣 如果 根據這樣的比拼 性格比 就完勝 因為 實在 Quality 不是 我覺得Quality 差不多 還有 你說聲音 我會覺得 最重要的是 如果 你要求 要好好聲音 其實都是多餘 因為它真的用來 很合理地 收齊 你以為的聲音 其實 如果你想 聲音收完之後 調整得更好 其實是後期再調整 所以 我覺得 你本身這支咪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以找到一支 這麼好的咪 那 要做的事情 沒有什麼 脫漏 那些 frequency 都很正常 低音有 高音有 我覺得 真的不錯 我以後都會繼續使用 你還有一個 Test 是用了iPhone 送的手機 對 其實我不知道 原來是Lightning 因為我正在用無線 那支很久 不知道原來是 跟機那支 我覺得 現在很多人拍短片 或者拍Vlog 都是比較硬 插 也不是硬 可以這樣插 我不是硬插 是真的插 是真的 其實是不錯的 其實是 純粹就是 噁心 噁心 不知道為什麼 我試的時候 有一些類似 我不知道是Digital Noise 還是口水聲 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滴滴的聲 我試了一次 你會怎樣說 這樣搶著說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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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很討厭 那些Digital Noise 就是有些無端端滴滴的聲音 我們很討厭 我也未搞清楚是什麼事 但是 起碼你這支咪 是不會有些古怪的聲音 純粹是一個很漂亮的 很RAW 是 是 是 好 這一個很好的分享 多謝Paul和我們分享 多謝你這支咪 哈哈哈哈 我們接下來 還有很多的教學 正如Paul所說 聲音在短片上 佔非常重要的位置 即是 如果一個很漂亮的影片 但是聲音 是很麻煩 其實你沒有心想去看 或者是有個內容 但是聲音聽得很辛苦 你沒有心想去看 所以 如果大家 如果想有好聲音的話 記得 嘗一下 我們這支咪 真的回不了頭 下次見 好 拜拜 Hello 再一次多謝大家 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想法 或者甚至是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好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於你有幫助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拜拜